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1号星期日 这个拜登啊 最近能听得出我的声音来吗 稍微有点小感冒啊 拜登啊 最近这个台湾牌啊 打的特别6啊 真的是666 那我也说呢 就是说拜登做的对的地方呢 我们该肯定的 我们也都肯定啊 最近的的确是 首先要说啊 川普的时候呢 入籍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呢 川普好像把这入籍考试试题也变难了 而且呢 把这个入籍的申请费用呢 也提高了 而且呢 对这个入籍呢 还设下了多种的这种限制啊 到了拜登之后呢 就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拜登现在呢 鼓励入籍 而且呢 好像说现在全美有900万 就是说 已经可以入籍美国 但是还没有入籍的人 拜登呢 现在极力的呢 就支持他们的 加入 就是所谓可以入籍 没有入籍呢 应该就是拿了绿卡 然后呢 时间也到了 然后呢 可以的这个申请加入美国籍 但是没有啊 那拜登呢 就要现在极力呢 鼓励他们入籍 因为入籍之后呢 就可以这个投票了嘛 那这些新移民的75%都会把票呢 投给民主党 所以呢 对于民主党来讲呢 是这个极力的鼓励他们的这个入籍啊 拜登上任之后啊 极力放宽的移民规定 发布的行政命令 要求整个美国政府啊 跨部会要检讨呢 移民申请的这个手续 是不是太繁琐了 要减少 而且呢 规划呢 更友善的方式 以增加呢 这个入籍 然后呢 在这 在今年的呢 美国独立日的这个纪念日 245周年啊 说呢 有来自170个国家 有9400人呢 要入籍 正式成为呢 美国公民 不好意思啊 打个喷嚏啊 有这个9400人 又正式呢 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啊 美国总统拜登呢 在白宫要亲自呢 为21位移民代表 主持呢 宣誓入籍仪式 这21位移民代表呢 精选了 是来自呢 16个国家和地区的啊 然后拜登呢 还在他这总统的脸书上呢 发布宣誓入籍的这个直播啊 像这个全世界的直播 就任何 你只要能看Facebook的都能看 不是光全美啊 全世界 你即使来自中国 你只要能够翻墙 你能看 也能看到啊 那么仪式呢 由美国移民局的代理局长 崔希雷诺德 来这个主持 你想到这个移民局的局长 来主持美国总统呢 来亲自呢 这个来这个发布啊 雷诺德说啊 在我开始之前 请来宾们呢 先就座啊 当你们听到你们的国家时呢 请起立 然后雷诺德就开始点名 比如说阿富汗 然后就比如说阿富汗 要入籍美国的 就站起来 说加拿大 比如说中国 什么的都站起来啊 当雷诺德唱完之后呢 有一位女士 坐在位子上呢 始终没有起立 因为21个人嘛 20个都站起来了 还差一个 雷诺德一看就 就 哎 疑惑啊 说这个 我不是都念完了吗 他说我漏了 我漏了你吗 我没有 我没有说你吗 然后这个女士说呢 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站起来 然后雷诺德说 说谢谢你女士 然后拜登呢 也露出这个笑容 给女士点点头 嗯 够的 这对小骚操作啊 那当然有人说呢 说这个白宫 就是说搞了一个这个乌龙 搞了一个错误 这不可能 这是放屁 这不可能搞了 这没有乌龙和错误 这21个人 是精挑戏犬 今年的一共呢 这一次入籍有9400人 所以9400人 来自170个国家里边 精挑戏选了21个人 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之前都是层层 正审考虑通过了的 这16个国家和地区呢 就是专门要有所这个表 表示的 你懂不懂 你要一共有170个国家 就选了16个出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专门就要选了这么一个 哎 台湾通报 来 就是呢 要给你看看 这就叫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最近这个台湾牌 打得很溜呢 这就是 这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说伤害不大啊 侮辱性呢 极强 其实呢 你说他真的承认 台湾是个国家吗 他好像他也没有 但是呢 他就要跟你呢 玩玩 就是属于就是说 我觉得举个类比吧 我觉得像川普呢 也是在跟中共的这个对抗 但是川普的对抗是什么 是站着对抗 是跳着脚对抗 跳起来打 你知道吗 是这样的拜登呢 和奥巴马呢 就比较像是哪种呢 他们是一种呢 蹲着 你知道吗 你老公来了 说跪 不跪 监决不跪 那么打 站着 不敢 怎么办呢 蹲那 你看你养过狗吗 你看这狗了吗 他不跟你跪着 他不跪 坚决不跪 我狗 有我狗的 这狗格 不跪 但是呢 我蹲着 蹲着 坐好 拜登就属于 就是这种 就是你说 这真的是跟老公干吗 他也谈不上 他就是呢 打呢 我也不敢跟你打 但是呢 我个应个应你 我就蹲着 我就气死你 你要我跪 我就不跪 我也不跪 我也不敢站台 跟你打 就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你看啊 这还没完 过两天又来了啊 美国白宫的抗议小组呢 在推特发文啊 说拜登承诺 美国将成为全世界的疫苗武器库 说美国已对外运送了约四千万斤疫苗 给包括南韩 墨西哥 加拿大 台湾 宏多拉斯等 并且呢 以各国的国旗标示 代表美国以捐助疫苗的国家 其中呢 就包括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红的这个国旗啊 就捐助了哪些国家 台湾的国旗也都在这儿了 所以便向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了嘛 然后蔡英文啊 还有台湾的一些政客看到了 特别高兴 就开始转发这条这个推文啊 结果呢 过了两天呢 赶快又给伤了啊 两天之后呢 白宫发言人煞奇对媒体在询问的时候呢 他说 他说这样啊 说我们白宫呢 发现了这个错误 我们已经确认了 工作团队呢 将中华民国国旗放进贴文里呢 是错误 所以我们呢 迅速的呢 移除了这条推文 说呢 这是工作人员的无心之过啊 这个呢 并不是美国官方政策的转变 美国仍旧信守 以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那这个可能是所谓的工作人员的 无心之过吗 是临时工啊 就中国一讲 临时工 这肯定不会的啊 拜登是老牌政客 拜登在美国这个政坛已经混了 就差不多40年了 对吧 可能都40多年了 而且拜登手下的这些人 这些工作人员 都是就是说 可以说从什么奥巴马时代 甚至在奥巴马之前的时代 就跟着拜登混的啊 这些人跟拜登混了很久了 都是拜登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政客呀 在这政界混个三四十年之后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门阀 下面养着自己的一帮的这种浪人 这种门客啊 一人得到的鸡犬升天 用的这些人都是在华盛顿都是 都混的一个个的都是老屁股 你知道吧 对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他不可能出这种错误 前面那个入籍仪式 那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个一样如此啊 这就是诚心给你玩这东西啊 那反正就是说你这个双方呢 反正就是说有点这个不太满意 那中国的认为呢 拜登的上任之后呢 迅速就应该跪下 拜登的跪的有点慢啊 拜登或者不愿跪要蹲着 蹲着呢 老共的就不乐意了啊 就那就曝光了一些呢 拜登儿子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那拜登的也是就是说 也有点这个 泥人也有三分土性 对不对 也是呢 不高兴 反正就通过这 但是真跟你打 跟你干吧 他也不太敢啊 就通过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反正就给你一点 你说这叫什么 你说他有伤害吗 谈不上什么伤害 反正呢 就是恶心恶心 你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叫我贵 我就不贵 我就跟你蹲着 就坐立炮啊 就差不多这意思 你像川普那样 跟中国真的名了 就来就干 不会的 他把所有对中国 真正的有伤害 有影响的那些企业的 全放过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打击的呢 全是那些 你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 根本跟美国就没有生意往来的 制裁和不裁 没有关系呢 弄了一堆 所以呢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吧 你得承认 就是说你看完之后吧 真的就 你说他就把你逗笑了 就拜登玩的 真的是把你逗笑了 就你觉得吧 不管怎么知道吧 他因为玩的就挺有意思 你知道吗 而且都特别明显的是在玩 就在就逗你玩 当然他说了 我不知道啊 无心之错啊 我不知道他会站起来 喊中韩民国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没看明白 哪个是哪个国庆 这都是放屁 这都是胡说八道 你知道 这都是老婆政客了 但是这混了三四十年了 对这个中国台湾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反正你看看他吧 你就觉得就真的就是 就跟那个阿Q一样 你知道吗 反正呢 就在小尼姑的脸上呢 也要这么捏 捏一下 你知道吗 你说他有什么伤害吧 也谈不上 他就是呢 就恶心你 就挺 把小尼姑恶心的够呛 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 真跟你打吧 我也不敢 但是呢 爷爷也是个 你知道吗 霍霍 这小尼姑的脸呢 爷爷摸得 就这么个意思 那不管怎么着吧 玩的呢 还是挺溜 挺好玩 我看着还不错 这套小操作 很风骚啊 也值得肯定 好吧 那这一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